来关注报税相关消息 国税局2S周一表示 纳税申报季将于1月29号开始 这意味着纳税人可以在1月29号到4月15号之间提交纳税申报表 需要额外时间的人仍然可以申请延期 这样就可以最晚在10月中旬之前提交纳税申报表 缅因州和麻州的纳税人可以在4月17号之前报税 因为这两个州拥有爱国者日和解放日的假期 居住在联邦宣布的灾区的人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报税 国税局表示本季度可能会有约1.278亿份个个人申报表提交 先来看最早可以什么时候提交申报表 国税局表示将于1月29号周一开始接受和处理纳税申报表 不过国税局表示人们在此之前就可以通过专业人士或报税软件开始着手准备 国税局将从1月12号开始推出国税局免费申报项目 IOS Free File 参与的软件公司届时开始接受已经填写的纳税申报表 等到1月29号就可以提交 再来看什么时候能够拿到退税 大多数的纳税人都能在21天之内拿到退税 这意味着在1月29号提交的人应该在2月19号之前拿到退税 以下是2024纳税季的重要日期 1月12号国税局免费申报项目IOS Free File开放 1月16号2023年第四季度缴纳预估税款的截止日期 1月29号个人纳税申报的开始时期 4月15号美国大部分地区提交纳税申报表或申请延期的截止日期 4月17号缅英州和麻州的报税截止日期 10月15号延期申请者报税的截止日期